嗨,大家好,我是艾莉森 我们在做瑜伽的时候 常常会听有人说 我身体不够软 是不是不适合做瑜伽 拉筋的话有时候是非常痛苦的 尤其是小时候 可能看到过被强迫压筋的一些照片 但我们变成成年了以后呢 我觉得反而我们更需要去练习我们身体的柔韧 我也并不是一个超级柔韧型的人 但是我觉得通过瑜伽 它可以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将我们带入 更加柔软又更加有力量的这种精力 好,在瑜伽店上坐好 大家现在应该比较熟悉 Sukasana,双腿相盘 现在我们将笔尖向右看来到右尖 以笔尖为圆点画一个最大的圆 这都是我们前面练习到现在已经比较熟悉的一个练习方式 当我们在熟悉瑜伽的某一些动作的时候 就更好的可以让我们通过呼吸去投入到练习期间 我们今天会做一次比较舒缓的腿部拉伸 大家和我一起练习觉醒系列的瑜伽 也感觉到我们的步伐似乎是比较的缓慢 但是我希望大家在和我一起在练习 Alison式的瑜伽的时候 我们可以记住是可以放慢脚步的 即使是好好照顾自己 即使是为了锻炼身体 让自己变得更健康更强壮 我们也可以放慢脚步 慢慢来 在Sukasana现在可以轻轻地闭上双眼 观察一下自己今天呼吸的节奏 我知道 在现在生活的环境下 想要慢下来 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我在最初做瑜伽时 也常常会抵触 总是想着下一个动作是什么 接下来 我可以做什么 但是瑜伽并不是通过体式 通过肉身 通过肌肉来完成的一场旅途 它更多也是我们共同在精神上 在心理上 尤其是观察自己时 所经历的一段旅途 很好 现在轻轻地睁开双眼 左手可以举起来 绕过身体 右手 支撑住手肘出 这是一个很舒服的肩膀的拉伸 头部可以看向另一侧 同样的我们在做这些熟悉的动作的时候 就可以有更好的机会去体察一下身体在做这个动作 然后我们在做的一些感受 更好的去观察呼吸 好 现在来做另一侧 头部看向右方 感觉到肩膀外部 感觉到肩膀外部 以及脖颈 都有很舒服的放松的拉伸感 呼吸时 回到原位 现在 右手举过头顶来到身后 左手 左手试着去抓住右手 这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动作了 另一侧 试着抓住 同时不要拱背 仍然保持背部直立 这是非常好的一种开胸 解决肩膀僵硬的动作 双手 在膝盖上 呼气的时候 将整个背部的拱起 一直到最高点 吸气时 将胸膛向上挺 眼睛向上看 再一次呼气 可以感觉到 这个是坐姿式的猫牛式 对吧 也是很舒服的 先活动一下 我们的整个脊椎 很好 再次停留片刻 将双腿伸出 在原地坐好 今天可以保持膝盖的弯曲 双手先举过头顶 背部是挺直的 呼气时 双手去抓住双脚 先不用逞强 不用伸直 双膝 将膝盖 一直弯曲到 你觉得最舒服的一个部位 整个腹部 都可以贴在大腿上的一个弯曲程度 从这里 再慢慢地 将膝盖 尝试着去伸直 不需要强求 也可以在此停留 慢慢地晃动一下背部 给肩膀 以及上背部 都做一下 舒服的按摩 舒缓 很好 这其实是我们站姿前驱的一个坐立的版本 吸气的时候 慢慢将身体上半身回到原位 呼气 挪动一下臀部 现在我们来躺在瑜伽垫上 好 将双腿抬起 来到胸前 双手抱住双膝 感觉到下背部与地面紧紧的贴合 在原地可以来回左右的晃动一下 按摩一下整个背部 很好 现在这时 我们将 左腿伸出 平放在瑜伽垫上 双手 将右膝 紧紧地向胸部靠近 这个动作虽然说很简单 我们今天将注意力也集中在 左边的大腿上 将左手 放在左边的大腿上 左边的大腿紧紧地与地面贴合 我们保持身体的中立 身体的正位 而不是向一边倾斜 在此时也感觉到 右边大腿的拉伸 再次 与呼吸共存 现在我们试着将右腿伸直 举起 右手在大腿后部 弯曲 再一次 举起 回勾脚趾 弯曲 双手同样的 左手仍然在 左边 大腿上 右脚 举起时 也可以再顶一点 左右环绕一下 放松一下脚踝 最后两次 绷直 脚尖 尽量向后靠 再一次 弯曲 好 现在 将右脚 左脚回侧 左腿回侧 右脚的脚踝 搭在左腿的膝盖上 就是 就是抬起 抬起左脚 左脚趾回钩 像是贴在一块墙壁上似的 双手 双手环抱在左腿的大腿后侧或者是膝盖处 在这里 在这里就可以感觉到右边的臀部与腿部都有非常舒服的拉伸感 这个动作极其的放松 它也是我们在做鸽子式的一种更简易的版本 好 呼气的时候 右腿回侧 平放在垫子上 同样的将左腿向后拉 向上半身拉 右边整个大腿臀部都贴在地面上 右手放在大腿的前侧 左手靠住左膝 将它向上半身向下压 尽量压到一个 你可以承受到最大的一个程度 在这里 你不着急 观察呼吸 也仔细地感觉身体 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 发生在身体的哪个部位 好 现在左手来到大腿后侧 我们再一次弯曲拉直 左腿 将左腿伸直 尽量可以让膝盖伸直 其实我们在跟着网络上的视频练习的时候 常常会看到 可能健身博主很轻松的 就可以将膝盖伸直 两腿的膝盖都伸直 这个其实是需要我们慢慢的练习 才可以做到的 不需要太过的强求 但是可以一步步的练习起来 非常好 非常好 继续 在顶点 可以绷直 双脚 向后压 好 现在 右脚回侧 左脚踝 靠在右边的膝盖上 同样的方式 我们 躺在地面上的一个鸽子式 拉伸左边的臀部 与腿部 右脚趾回勾 肩膀放松 也关注到上半身 下巴可以微微回收 右脚像是踩在地面上一样 其实是有在用力的 好 随着呼吸 我们现在解开双腿 右腿放平 再一次 将左边的膝盖 拉向胸膛 这时 左手去抓住 左脚 外侧 将它举起 这是一个单侧的 Happy Baby 快乐宝贝式 大家发现我们今天的练习 虽然说看似简单 但其实更需要我们更多的觉察力 我们的右腿 右腿 都尽量同时保持贴在原地 右手仍然放在右边的大腿上 弯曲 左脚 再次停留 好 呼吸的时候 然后我们将左侧的膝盖拉到身体的右方来 头部转向左侧 这应该是瑜伽当中最舒服的一个放松体式之一了 吸气再一次回来 现在拉起右脚 以同样的方式 右手抓住右脚的外侧 将右脚弯曲着抬起 左手在左边大腿的上方 保持左边大腿 臀部与地面的贴合 同时也感觉到 我们右边大腿的拉伸 我们整个身体都是连接在一起的 其实我们永远不会孤立身体的某一块的肌肉 很好 好好地体验一下快乐宝贝式 右腿的拉伸 现在 将 右边的膝盖绕过身体 左手可以搭在右膝上 头部望向右侧 双眼当然可以轻轻地闭上 就是完完整正 只属于你的时间 是你 赠予自己 时间 可以支配的时间 也是财富本身 对吧 现在 双手举过头顶 现在将双脚绷直 双手紧紧地捏住 捏紧 捏到最紧 将我们的四肢都向外打开 像是有人在拉末一样 然后呼气的时候 全部一并放松 非常好 在这里停留 此刻 此刻应该可以感觉到一种很释然的感觉 继续观察自己的呼吸 双臂 仍然举过头顶 接纳 放松 在沙发生 你在沙发生 进行一定时间的停留 闭上双眼 感觉 身体每一寸 与地面 与家电的接触 从 指尖 到双肘 后脑勺 上半背部 到我们躺平在地面 使得下腰处 与地面的微微的缝隙 臀部 腿部 一直到 脚之间 很好 将双手臂 合十 来到我们的额头处 在双眉之间的上方 在瑜伽当中被称为 Third Eye 第三只眼 在这里 与我们的心灵 做最深的接触 我是Alison 谢谢你今天 选择与我一起 练习瑜伽 Namaste 我们下一节课见 如果你喜欢 我的瑜伽课程 希望你可以 多多为我点赞 与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